上網求救谷歌大神 推薦約會餐廳 很多人有經驗 不過有網友在PTTPO文 說帶女友吃滷肉飯 炒麵都被打槍 每次女友都指定要吃 義式燉飯或義大利麵 其實我們吃滷肉飯 然後鹹酥雞 這些東西就是很好打發 而且我覺得去那種餐廳 都吃不飽 而且女生回家之後 都還想再吃甜點 什麼之類的東西 氣氛吧 差好幾十倍 不少男性土漏心聲 法食義式有時不但吃不飽 價格也貴桑桑 網友乾脆自製陽明家目標 把台式小吃大改造 油炸鹹酥雞 對比成普羅旺斯春雞 左廚炸橄欖油 甚至連一碗陽春麵 都美化成清炒義大利麵 不過這價差五到十倍 是不是取的陽明 真的比較受女生青睞 那如果菜單上寫 法式奶油煎餅 左香絲豆泥 你猜猜會是什麼 可麗餅之類的嗎 這種餅嗎 還是什麼 法式菊香奶油煎餅 左香絲豆泥 說穿的其實是台式的紅豆餅 而這杯奶茶 如果給她取個洋名字 叫做英系伯爵拿鐵 會覺得很特別 想試試看她是什麼樣的東西 感覺比較精緻 樂樂等一常穿的名字 似乎對女孩子來說 有一股魔力 只是你有沒有發現 很多發式料理 都有個左字 網友也效法取名 雪白面衣 左日式黃金豬碎肉 說穿了是肉包子 頂級有機豬肉 左沖繩陽光香豬油 哎呦 根本是乳肉飯 Luca家鄉牛肉丸 左紅肉汁 就是獅子頭啦 但是加個左字 名字變長了 價位變高 感受變好 只是就得多掏點腰包 左的意思就是說 它通常搭配的是 什麼樣的醬汁 大致上你從字面意義 你就能帶頓了解 它比較不會像說 中式的可能有的寫的 你會看不懂 發式料理的主廚強調 其實左是搭配醬料的意思 不過也有人感嘆 難道外國的月亮 真的比較圓嗎 取個洋名 小吃瞬間變高檔 記得陳正茂少女民 台北採訪報導 謝謝你 谢谢大家